其实这样的局面还真的相当讽刺 烈火墨西运动这股势力当年之所以诞生 就是为了要推倒马哈迪的 但当年因为他而催生烈火墨西运动的那个人 现在却又成了大家的老大 那这让所有的人实实在在的上了一堂 政治是一门可能的艺术的课程 而不管你喜不喜欢 没有了马哈迪就可能激发不了509的改成换代 那爱华掀起的烈火墨西正改运动 经历了1999、2004、2008的308、2013的505 四届的全国大选的冲刺 虽然是拿下了好一些州属的执政权 但是距离不成的中央政权总是欠缺 那临门一脚 因此才会让西蒙的一些盟友认为 马哈迪其实就是那个发挥临门一脚的人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一卧、闽恩仇跟所谓的大团结 那充分体现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句老话 而从列国墨西到现在整整21年的时间里 我国政治啊又似乎回到了一样的权力斗争当中 而主角依然是同样的两个人 马哈迪跟安华 那面对最近一直出现交棒时间表的纷争 西蒙内部的分析就要大家面对现实情况 现在的马来西亚既需要马哈迪也需要安华 因为马哈迪跟安华之间的大和解 这个政府才有可能成立 所以要西蒙的接受者呢不妨去接受这个事实 那就是这是一个马哈迪安华的政府 也可以说是安华马哈迪的政府 但回到政治现实 这两个人能不能够安然无恙顺利完成交棒事宜呢 安华在1998年的第一回合的博弈当中败下阵来 而接下来的这一场博弈 安华是否可以顺利就位呢 那在安华还没有坐证首相的位子 剧情都还没有来到大结局 安华还是离首相的宝座这么近又那么远啊 因为这种种的原因 大家就不难理解这些烈火摩西老将的焦虑跟不安了 对他们来说 只有安华坐上首相的宝座 烈火摩西运动才算告一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